小妖趁热打铁,联盟道,我让侍卫送你回府,还来得及,你就在府上待着等我们,那绝对不是小孩子待的地方。 管而呼就哭了,既然是那么凶恶的地方,你们去了会不会就回不来? 她抽抽搭搭地说,我不回去,我要跟你们一起。 不行。 小妖正色道,即便送我回去,我也要偷偷跑出来找你们。 管而一边哭一边执拗地说,我绝对一定一定会出来找你们。 小妖没辙了,看了看景。 景一脸严肃地对管而说道,你既飞去不可,一路上便要听我们的话,尤其在那沼泽中绝对不可乱动乱撞。 小妖不可思议地看景,她居然同意管而留下。 景看着一边抹泪,一边笑着跳下马车,喊着落的管,道,这孩子说话是认真的,现在正在打仗,与其让她一个人满大慌乱跑,不如我们待在身边,还能保她一时平安无忧,以后的事随机应变即可。 小妖点了点头,一行人干脆就着前边不远处的溪沟停下来休息。 小妖去溪沟洗了洗脸,将水壶打满,就看见落江她那匹兽马拴在一棵野春树下,正离营地远远地,独自靠坐在溪边的树下。 嗯,她还有好些事没问她。 走过去,看见她正从怀中掏出一个用不包着的东西,看着有些熟悉。 嗯,想起来了,是自己前些天送她的糕点。 看见她正将一块素子糕送进嘴里,四纹小六附体,她一下子靠坐到她身边,探头看着她怀中的包裹,不怀好意地说, 我说,为啥躲这么远,原来一个人吃毒食啊。 吃毒食是要倒霉的。 她笑着伸手要去取一个,落雀一边嚼着,一边面无表情地躲开,快速地将布和笼包好,揣进怀中。 小妖干大的说,我记得那可是我做的糕点,怎么,我的东西我吃一块还不行? 还有你这样抠门的人,你只吃这些,以后就不想再要了吗? 她发出灵魂的拷问,落没有理她,只快速地咀嚼着,中间还哽了一下,就好像她要掰开她的嘴,抢食一样。 小妖嘖嘖嘖地摇了摇头,将水壶递给她,她却没接,物字从腰边摸出了自己的水壶,扭开盖子喝了好几口,才顺了过来。 我说,你哪来的灵力? 小妖往她身边靠了靠,她那张妖孽的脸立马显出了嫌弃之色。 越是嫌弃,小妖就越想逗她。 以前她拿那个讨厌的九头妖没办法,现在就拿这家伙来解气吧。 要怪,她就去怪那九头妖,谁叫她长了一张和她一模一样的脸呢? 小妖的手拍向她的肩,却没有感觉到她体内有任何灵力。 咦? 正奇怪中,她已将她的手从自己肩上扶掉。 好像从认识她开始,她就很不喜欢小妖碰触自己。 这么别扭。 小妖坏笑了一下,你该不会还是同男子,没碰过女人吧? 骆的脸与脖子立马红了,眼睛看向别处不在理她。 哦,还真是。 小妖哈哈大笑,没事,等以后给你说上媳妇,这别扭的毛病就好了。 我说,你刚才的灵力是怎么来的? 小妖还在为她刚才出掌鸡飞树枝而纳闷,她依然没有在她体内探到一丝灵力啊, 她应该跟自己一样才对。 我,从小就有。 她动了动,身子离她远了些,眼睛依然看着别处,道,我也不知道, 这灵力有时候有,有时候也没有。 有时候有,有时候没有。 小妖歪头也没想明白这是什么灵力,还可以神出鬼没。 你不要总坐得那么远,过来吃点东西。 小妖站起身笑了起来,那一块栗子膏是冲不了机的, 放心吧,我不会抢你的。 不想到她对自己的排斥,便收回了手,一边走一边笑,过来,吃点东西,我可没你那么小气。 落扭头,看着她拍着屁股上的草叶,就像清水镇的那个文小六,唧唧哼哼,摇摇摆摆地往一边的营地走去。 她将脸侧向一边,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。 这就够了,她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强悍勇猛的香柳,她亦不再是孤苦无依的文小六。 她并不奢望太多,还能活过来,远远地陪伴她,远远地看着她幸福,便已是最好的。 离开旨意诚已是三天,屠山景一行人快马加鞭的赶路。 左耳充当车夫在前边打马驾车,小妖鱼管坐在车厢里,紧则骑马行在马车旁边,遇到路窄时才打马跑到前边。 马车后跟着侍卫雨落,暗卫们则隐匿而行,一路皆平安无事。 同样是坐着马车连夜奔波,可这番感受与他们离开七度前往西洛苍州的时候, 全然不同。 那时候小妖虽然挺着运身诸事不变,但心情轻松且自由。 而现在,却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,为生死不明的天,也为他们今后的路。 经过一片山坳的时候,马车的速度缓了下来,只听见左耳对警说了一声,公子。 警便打马骑到马车边,对小妖大声地说,待在马车里,不要出来。 小妖一惊,撩开窗帘,但见风声炸起,一群黑衣蒙面之人横空而降,越过马车,冲着警挥剑而去。 警,小心! 小妖惊呼一声。 警双掌灵力炸闪,挥袖朝黑衣人打去。 一到白光后,黑衣人纷纷后退了几步,但并没有受伤,看起来灵力高强绝不在警之下。 来的黑衣人人数并不少,很快就与后边冲上来的侍卫打了起来。 还好,警带的暗卫够多,这会儿纷纷现身与黑衣人纠打起来,这才勉强没有落于劣势。 骆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瓷瓶,倒出一粒药丸放入嘴中,捡起地上的剑,冲到了马车旁边,与黑衣人打斗起来。 这些黑衣人突袭的目标明显是冲警,他们不停地甩开佐尔与暗卫,也不欲与落缠斗,纷纷向警围攻而去。 他们灵力之高,绝对堪称大荒内顶级之人,而且冲警挥杀的刀士,招招取命。 如果警带的不是暗卫,而且暗卫人数不够多的话,恐怕早已无法抵挡,命必当场。 小妖看得心中惊骇,让管留在马车中,自己跳下了马车,伸手取出了弓箭,向围攻警的黑衣人射去。 那些黑衣人十分乐得,小妖的箭只是减缓了他们的围攻之势,却并没有伤到他们。 而他们似乎都不想伤害小妖,并没有谁向她冲杀过去,而是更加快速凶狠的击具灵力攻击警,警被击中击掌净吐了一口血。 小妖急得提剑就要往前冲。 洛悄悄拿出瓷瓶又到了几颗药放入嘴里,便挡在小妖面前,立声呵斥道,回马车上去。 然后,飞身纵入那群围杀的黑衣人中,但见她刀尖过处,皆有惨白之光,那群黑衣人大正,纷纷抵挡着飞身纵开,以臂杀气。 走! 哦!围守的黑衣人忽然停下来挥了挥手,四周围攻的黑衣人皆停下拼杀,跟着她飞身而去,转眼消失在晃动的树影之间。 大家正当松了一口气,愣神间,一只冷箭凸地从另一个方向飞来,这个射箭的人应在那片密林中藏匿了很久,只等在众人松懈以为危机解除,不再提防时,一箭又狠又准地射过来,直端端地向井扎去。 小妖眼睁睁地看着,大惊失色,井! 她颤声尖叫,落推了井一把,那剑没有射中井的胸部,只从尖头贯穿而过。 暗卫立即向那林子追了过去,井的身子晃了晃,用手捂住了尖头。 小妖冲了过去,但见那伤口流出的血剑呈现出了黑色,有毒。 看来,那个人要紧命的人,是煞费苦心势在必得。 前边围攻围影,用带毒的案件射杀,才是最毒辣的后招。 井的唇渐渐乌黑,身子颓然倒地。 井! 小妖心碎欲裂,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 她冲了上去,跪在地上伸手撕开了井尖头的衣裳,低头就要去吸吮她伤口上的毒血。 呼救寺有人提着她厚薄处的衣服,就像拎小鸡一样,将她拎起扔到了一边。 落跪了下来,扔掉手中的长剑,低头就朝着井尖头的剑伤处吸吮,吸一口黑血便吐到一边,再接着吸吮。 她就这样跪着,不知吸了多久,直到井尖头的血渐渐有了血红之色。